金龍潮進公園路口在三號發生山崩道路中斷 公路局預計到十一號才會開放通車 不過眼看端午連假到來 附近的商家憂心忡忡 因為這幾天業績通通掛臨 市長謝國良邀請商家來開會討論 在連假期間會先開接駁巴士 等到交通恢復之後 再來推活動刺激買棋 怪手人在山崩現場家境腳步清理 目前潮進公園周邊道路人中斷管制中 整條路空蕩蕩幾乎看不見人車 讓周邊店家大數打擊 本週業績掉的不是掉幾層 是原有的業績現在幾乎是零 那剩下除了預約課全部都退訂了 九層以上都沒人 商家們憂心忡忡 因為中斷的臺二線 預計最快十一號下週二才恢復交通 眼看端午連假就要到來 基隆市長謝國良也找來潮進公園 周邊店家進行座談 研討振興經濟方案 端午連假路線上的替代方案 可以用我們的觀光巴士來做連結 那第二就是說針對於未來的平日 的振興經濟在這個路段修復後 我們會有一些提案跟想法 市府規劃連假期間會加開接駁巴士 接駁點由海科管站接駁至 潮進公園海洋中心 等道路恢復後 從十四號起一直到七月底 則是推出振興大禮包活動 遊客只要到潮進公園消費 就有機會抽到大禮 判人競速復蘇 當地公關恢復一望融積 記者 蔡志恆 吉隆報道 現在檢查一下